今年开春种菜晚了好些 好在小萝卜生长周期短 从五月初开始也就有些收获了 虽然不多 但是这些灵力的色彩实在是最春天不过了 到五月中旬开始大量收获 基本上隔几天就能收一大堆 到月底的时候 红线小萝卜开始有了春台的迹象 意味着小萝卜的季节快结束了 所以是时间做的总结了 根据这两年的生活情况 感觉这个小萝卜是非常适合开春的时候 在家里的小餐厅做的时候的 尤其是我们这里北美五区的地方 那个时候别的地方都春暖花开了 我们还在经历大雪 但是期间雪花的日子可以撒萝卜种子 等天一回暖就可以早早收获 所以说装这个小萝卜的第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早早有收获 第二个优点是 这个小萝卜对土的要求不高 我今年在两块地里多种了一些 一块地里有比较多的有机肥 另一块是刚挖出来的 基本是原来的草地 但是长出来的小萝卜没看出什么区别 第三点是基本不需要什么管理 除了撒下种子的时候浇了水 我后面就去看天吃饭 等着收获 第四点是色彩鲜艳 特别遭人喜欢 尤其当你经历了漫长的冬天 一下子在自己的院子里 能一个个拔到这么可爱的小萝卜 那份开心 可能比吃到嘴的美味还珍贵 也不单单是我这个品种 好多这一类的品种都很可爱 好多这一类的品种都很可爱 当时能量种植的时候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少 第二是应该可以更早的下种子 比较三个粗 那今年是320号下的第一篇 因为去年后怕是被雪压了 前床就一直满在雪里 导致生活就比去年晚安 后来天热起来 还出现了凑塔的迹象 影响了收成 根据今年的观察 其实是不需要钻门的 酷布奥斯或者是老婆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温度 虽然还是忽上忽下 从小萝卜其实是吃得消的 相反 如果一直在酷布奥斯或者老婆里面 在遇到连续高温的日子 绝对反倒容易长了长长的叶子 底下的萝卜粉到小的 如果实在碰到有下大雪 有过临时的遮挡 比如财子红卜在大厂里面塑料布 也就可以了 第二个需要改进的是播种方式 我试过撒种子在一小片地方 也就是撒播 也试了撒在一条小沟里 也就是调播 但是最终都有一些挤在一起 挤得都长得小小的情况 鉴于萝卜籽还是相对大的 所以应该还是玩小冬冬 也就是续波会更合适它们的生长 当然如果你到时候太匆忙 直接撒下去也可以 但不到后来也不时间了 可以再描相对小 只要你的手指能够操作的话 就可以把它们移栽 今年我试了一些 把基层实在太密的分开种了 后来都长出大蒜很不错的萝卜 没有一颗描述死的 所以是不用太担心苦伤而奔的 我准备改进的第三个地方 是针对我这个品种的 这个品种的好处很明显 种类多 形状不一颜色各异 所以看着非常的可爱 但是我发现其中有些品种的口味 并不什么都好 还有一些叶子大各都小 所以明年除了种这一种外 还想试一试别的品种 这些就是我现在想到的 有点啰嗦 所以跟您打住了 最后祝愿大家明年都能种出 好吃、好玩、有健康的小萝卜吧